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9号星期一 为期两天的APAC峰会 亚太经货组织首脑峰会 在巴比亚新几雷亚的首都墨尔兹闭港结束 昨天18号结束 这个首脑峰会的第一次 亚太经货组织第一次的首脑峰会 没有通过首脑峰会的宣言 是第一次流产 流产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大国 两个大象打架 中美两个大国的冲突 所以这个主办国的总理 巴比亚新几雷亚的总理 奥利尔胡赖的说 由于两个大国的分歧 所以这个宣言流产 然后又说 这事关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但是毕竟这里不是世界贸易组织 暗示了它无法调解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会上 根据综合各方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彭斯 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可以说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习近平在他的演讲中 点名的或者不点名的批评美国 说是他有这么一些话 他说不管热战冷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赢家 然后又说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 而且要求对美国优先这个单边主义 说不 要求各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说不 然后是说 构筑贸易壁垒 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 然后其他还说到所谓中国的道路模式 要尊重等等 不能就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模式 等等这一类的话 那么这个彭斯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发言中 他的讲话的要点是 全面的抨击了中共在各方面的这个所作所为 包括盗窃知识产权 关税技术准入的限制 以及在这个南海的霸道行为 而且彭斯专门提到 这个中共所推出的一带一路 他认为是个债务的海洋 就债务陷阱 他把它用债务海洋来比喻 而且呢 说到这个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所谓一带就是捆绑捆绑他人的一带 而一路是单向的道路 就说单向的 就说有利于北京的 有利于中共的这么一个单向的 这个道路不利于他国 而一带就捆住债务陷阱 他说是 他说中共搞的是支票部外交 支票本外交 就开支票 实际上是空头支票 最后让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然后他还 彭斯还特别强调 在亚太地区 他说集权政治 在亚太地区不能存活 他还试图向亚太地区输出集权政治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前几天在新加坡东盟峰会上 他说了扩张和侵略行为 帝国主义和侵略行为 在亚太地区没有立足之地 这是暗示中共重走军国主义日本的道路 然后他在这个会上进一步的抨击了中共的极权专制制度 说极权制度在亚太地区没有存活的机会 而且批评北京向周边国家试图输出他的独裁模式 腐败与独裁模式 和双方交锋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非常激烈 所以各说各话 最后在首脑峰会的宣言上发生争执 通过不了 有四名中国官员试图要找到巴比尔辛吉利亚的外长帕劳 这个外长的名字帕劳 要找到他去帕托 应该叫帕托 有的翻译成巴托 找到这个外长 要私下谈一谈 但是被这个外长拒绝了 那么有的报道显示的还有更激烈的情况 说这四名中共官员试图被拒绝之后 试图强行闯入这个外长巴比尔辛吉利亚外长巴托的办公室 然后被保安后警察说阻止 中共否认有这个消息 说是谣言 但是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有这个消息 说这个还有待查证 但是这个巴托这个外长他竟委婉地表示 表示他拒绝了中共官员试图找他 说中共官员试图私下找他来谈这个 说了峰会的宣言想加进中共的私货 但是被他所拒绝 因为宣言要在大会上谈 你不可能私下来谈 中共显然是把国内那一套拉关系走后门 或者是胁迫人强迫人这一套强加在别人头上 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峰会的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插曲 所以中共的这个做法就应验了中共这个 我过去说的中共的一贯的作为 其实前不久在南太平洋的这个另外一个岛国 老鲁召开了一个太平洋岛国峰会 中共官员也有类似的表现 不该他发言 中共的代表非要发言 就被老鲁的总统所阻止 结果中共的代表是恼羞成怒 当场拂袖而去 扬长而去 也造成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尴尬 所以中共这个霸道 当时老鲁总统就说 不要以为是个大国就可以欺负小国 所以中共的做法我以前也讲过多次 就是一个在国内不讲理的政权 不可能在国际上讲理 一个在国内不守规则的政权 不可能在国际上守规则 一个在国内不善待本国人民的政权 不可能善待他国人民 说中共在国内的表现 就是他在国际上的表现 所以这次在巴比亚新几里 出了这么一个大洋相 又出了一个丑 对中共来说毫不奇怪 而中共当局的这种表现 官员的表现 跟中共民间的一些恶劣行为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对照 就可以找到因果关系 比如大家在议论纷纷 在重庆 由于一个女乘客跟司机 从口角发展了斗殴 最后导致大客车 从桥上翻下 全策人陪葬 大部分死了 那么这些行为 看上去是民间的恶劣行为 其实它是整个共产体制 共产制度集权制度的产物 是共产党文化 是一党专制下的这么一个气氛 是整个上行下效的一个结果 中共怎么做 下面就怎么做 所以中国民间的那些种种恶劣行为 都赖至于中共高层 中共的官员 中共的统治者 中共的领导人 可以看出这些领导在外面的表现 这些官员在外面的表现 就可以折射到中国民间的表现 说真是冤有头 再有主 上梁不振 下梁歪 这些中国的口头才都用得上 那么在这个会上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跟台湾的领袖代表张忠谋 坐下来 谈了二十多分钟 但是跟习近平 只是在一个群体场合站坐 顺便碰到闲聊了几句 不到两分钟 一分半钟 占坐的场景是非常多人 习近平跟彭斯 面对面的交谈 旁边中国那个女翻译矮矮的仰周脸 看着他们给他们做翻译 也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顺便谈了一下 那么有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跟彭斯有两次碰面都顺便谈了几句 谈什么不得而知 但是彭斯却跟台湾总统蔡英文派出了代表张忠谋先生坐下来 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了二十多分钟 谈的内容多数是关于经贸和北台关系 但张忠谋表示要跟美国谈自由贸易 彭斯就说会向川普总统转告 然后张忠谋向彭斯表示感谢 说美国在过去的这一年对台湾的帮助 在对台湾的军事各方面的提升 以及前段时间美国通过的一系列的法案 这些宣言对台湾的支持表达了感谢 所以讲到美台关系非常重要 实际上仅从经贸角度来讲 台湾是美国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 台湾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小国 是个岛国 那么他是十一大贸易伙伴 就说台湾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所以在经济上双方要在进一步的经济合作 甚至可能谈到自由贸易协定 跟其他国家一样 这是一个进展 所以说彭斯跟张忠谋正式的会谈 和跟习近平闲聊起去 形成了巨大的对照 可以说看到彭斯有台疏忠或者说亲台湾 远中共这种鲜明的君子立场 他的可以说是姿态做得非常的充分 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是罕见的 过去历史上一般来说 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会议上碰面 总是要坐下来会谈一番或者好好交谈 甚至还回避跟台湾的领袖太接近 以免惹怒所谓中共领导人或中国政府 但现在看来这一届美国政府并不在乎这个 说副总统彭斯不仅仅是鹰派 不仅仅是牵线君子 他可以说做的事情拿捏到位 非常的掌握着火候 软硬实当 可以说显示到他的气节和风度 所以这一次这个事件之后 这些事件综合起来看了 可以说是习近平是连中三件 一件是彭斯的演讲对习近平的抨击 对中共的抨击这中了一件 而彭斯会见正式会见台湾代表 而跟习近平只是闲聊 不安排正式会见是中了第二件 还有第三件是习近平自己设向自己的一件 这话怎么说呢 习近平的演讲跟对照彭斯的演讲 可以说是彭斯讲真话 习近平讲假话 彭斯所罗列的那些事实 都是中共所犯的 侵犯知识产权 这个欺凌周边国家 这个搞扩张主义集权 甚至讲他国输出集权 都是事实 但是习近平所讲的全都是假话 讲的都是他对照起来的语言 都是中共自己的行为 什么单边主义 中共搞的就是几十年的单边主义 什么高足贸易壁垒 中共恰恰各国都指责中共足贸易壁垒 所以关税比美国高多少倍 有的产品是高十倍 甚至几十倍 然后是市场准入限制 人家是对中国是完全开放大门 而中国对别人是半开半闭 只准别人多少持股 所以习近平讲的那一套 几乎对照下来全都是说他自己 什么叫做做贸易壁垒 单边主义 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 现在这个世界正在证明这一点 中共的所作所为 过去四十年的所作所为 不符合经济规律 不符合世界潮流 而且连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都没有碰上 都不符合 那么这次谈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美国一再提出世界贸易组织要改革 中共仅仅表示其中部分的各案的一些事情需要改变 拒绝 这不同意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全面的改革 就很怕改革 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惩罚条款 对那些违规者是能够做到仲裁 仲裁一个输赢 但是并没有追溯和惩罚条款 所以中共能够逃之夭夭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习近平几乎讲的每句话 都是针对中共本身的行为 大家只要把他的话读懂了 听懂了 几乎没有一个 什么就是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模式 要多种模式 还重复他的句话 什么叫做一花独放不是村 百花齐放春满园 事情很简单 中国人民就对习近平说 好啊 百花齐放春满园 你让中国人民有不同的选择 中国人民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党派 不同的利益集团 让中国人民自己有他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恢复这不是说让他们有 而中国人本身天赋人权 有他们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等等合法的权利 但这一切都被中共说野蛮剥夺 野蛮的剥夺了 所以习近平正正有次的讲了大半天 这些所谓主旨演讲 我想在场的各国代表都心知肚明 可能都暗暗觉得好笑 你讲所有这些问题表面上指责美国 你不再指责自己吗 所以我说习近平连中三箭 一箭是彭斯射向他的 一箭是彭斯会见台湾代表美胎联手射向他的 再之箭就是习近平自己射中自己的 叫做智商 这符合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一句名言 叫欲练神功 挥刀志功 习近平这次又表演了这么一个武功 欲练神功 挥刀志功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我顺便说一句 今天的音频和文字继续会同步或者同日发布在陈波空会员网站上 希望大家在线收听 在线阅读和在线收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